在马维坡 杨玉环非死不可吗 长安歌里面写 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而美 马前死 在马维坡发生了六军叛乱 所以杨玉环被杀掉了 那么六军为什么不发呢 看史书记载 安史之乱之后 唐玄宗逃出长安 士兵们跟着他 被迫打仗 被迫逃难 觉得很屈辱 那走到马维坡 这里有一个驿站 大家休整 龙武大将军陈玄礼 就对士兵说 这个国家发生了 这么不好的战乱 都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杨国忠 所以杨国忠是天下的祸害 然后士兵就划遍 把杨国忠拖出来杀掉了 杀了之后 大家一想说 杨国忠可是杨贵妃的兄长 那贵妃将来要报复怎么办呢 所以陈玄礼大将军 就带着一群士兵 威胁唐玄宗 说你如果不赐死贵妃 我就不护家 那么唐玄宗无奈 就下令赐白领 溢死杨贵妃 那君王什么感受呢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香祸流 这两句就是在写 唐玄宗是眼睁睁地 看着杨贵妃被吊死 内心非常痛苦 那马维波被迫杀掉了杨贵妃之后 唐玄宗自己也跑过 送了半条命 也宣布着政治生涯基本结束 从此退出权力中心 那什么叫做君王掩面救不得 哪里是救不得 无非是你要权衡救什么 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那李隆基的选择就是 让这个美人去送命 我看着你